眼前这个堪比柳下货的直男叫铁柱 当年小日子假装热情非得请铁柱泡木桶浴 铁柱心想反正好几天不洗了洗洗 就洗洗又不会掉层皮 该说不说这是铁柱头一次用玫瑰花瓣泡水洗澡 他心想怪不得女人身上都怪像原来天天在家用玫瑰花洗澡 正享受着那一个长相很哇塞的女人走了进来 别看铁柱单身二十载 但他谨遵孔孟之道男女瘦瘦不侵让女人赶紧离开 女人面带微笑说他叫大瓷花子 是来伺候铁柱沐浴的 铁柱一听断定这是小日子再给他使美人计 你不要紧张 不是什么美人计 在我们日本呢 男女共浴是一种习俗 你要干什么 特别是牧童浴 大家一起说说笑笑 特别开心 这是在中国 你 快回去 只见大瓷花子清洁肩带缓缓地向铁柱靠近 接着便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铁柱一身正气并没有被大瓷花子的搓手弄姿所俘获 可大瓷花子对自己充满信心 于是晚上又来了把铁柱吓得一机灵 大瓷花子再次清洁 大家猜铁柱会配合吗 如果换作是你会配合吗 耳朵 Alexa reminded in 广直